救命啊 三名大爷火场救人 平均年龄79岁 这样的场景你能想象吗 3月2号晚上6点左右 孙大爷和老伴烧水时 夜花气发生泄漏 瓶口喷出火舌 老两口情急之下 躲到三楼阳台雨棚上 并大声呼救 75岁的邻居罗亚洲 听到隔壁呼救声 立马跑到楼道观察 88岁的英县月 74岁的王同校 野文迅赶来 罗亚洲立刻让儿子小罗 打119报警 并让儿子去门口 接应消防队员 接着 三位平均年龄79岁的老人 当机立断 一挤发力 仅仅用5秒钟 踹开了房门 罗亚洲顺手抄起 楼道里的灭火器 就冲进了火场 在老人的努力下 明火几分钟就被扑灭 灭完明火后 罗亚洲才发现 窗外的孙大爷老两口 并开始着手 将瑟瑟发抖的孙大爷 转移到屋内 消防队员 很快也赶到了现场 转移了夜华气瓶 并将孙大爷的老伴 也救了下来 记者了解到 临危不乱 沉稳救人的 罗亚洲爷爷 曾是喊轩 对消防知识 特别了解 没想到 这次应急的时候 真就派上了用场 新京报 董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